东海岸沿线有很多可以供游客停车休憩的风景地方 台东市郊的加路兰风景区因为不收取停车费 也吸引了很多游览车在游客到这里看风景并且上厕所 现在网络传出了加路兰风景区预计2月1号要开始收费 引起大家讨论 东管处表示说还没有公告要收费 不过基于使用者付费还有人流车流统计 等建置好新的停车设备就会收费了 台东东海岸线沿途有许多休憩点 其中加路兰风景区因为景点面积超过3公顷且不收停车费 因此不分平日或假日都吸引了许多民众或游客前来 而最近网络上也传出 未来加路兰风景区将着收停车费的消息 对于即将要收费一事 带团的业者也表示势必要要再增加一笔开销 那现在这个要收费会不会让游客觉得会有剥夺感 不会啦 但是不要收太多啦 那几多港元而已 这个要资费钱 他50块而已 一天下来十几个地方的话就一千多块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收费应该再考虑一下 不然这费用都是游览车自己要支付的话 什么都贵都涨了 所以说应该是通管库要自己再吸收一下 而对于收费的消息 东管库也做出回应 并表示在网络上传出2月1号起 要开始收费的讯息是不正确的 目前还没有完成相关的申请手续 而收费的日期也还没确定 目前金管的各油器据点都设有相关的一个停车场 目前的一个停车场都是依照规会法去收相关的一个清洁费 由于都采人工的一个方式来收费 对这些的人流车流的资讯的一个掌握 以及相关的这些观光数据的一个收集 没办法达到最大的一个效益 因此我们管理处从今年开始 我们导入的相关的一个观光智慧停车的一个管理 委托给专业的一个停车管理公司 来建制相关的一些停车收费的一个设施 能够掌握及时的这些的一个人车流的一个资讯 未来厂商会依照这一个停车场法的一个规定 去申请入外的一个停车场 拿到这个证件之后才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个收费 也落实未来整个的一个使用者付费的一个原则 那所说的这一个费用 也会投入我们的整个停车场相关设施的一个改善 但东宛处则强调 未来加入兰风景区的停车管理系统 会和小爷六风景区的设备做结合 作为观光人流车流的即时统计监测示范点 并可以提供游客即时停车位的查询 记得陈吉林台东市报导